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您赢是赢在哪方面 如果输的话是输在哪方面 我要能取胜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我们传统武术的一些的动作招式 还有它的理念可能在现代搏击来说可能会不太适应 因为传统武术这么多年可能很少要走上擂台去真正打实战的东西 我认为真正的传统武术的实战是很神秘的 没有人去展示 我觉得我赢可能就是在初期 如果我输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擂台经验 终归竞技武术 有很多东西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现代搏击来说我们是很知识面是很窄的 但是这是有利有弊的 现在搏击对我们的了解可能只是在影视小说 或者还有现在的一些假大师们 一种真正的传统武术的东西 他们并不见得了解 您加入国术会这两年来 您觉得对您自己本身和您的弟子各个方面有哪些提升 对您有哪些帮助 在国术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而且在我周围的这个朋友 也还有很多我们练习传统武术的这些的朋友们老师们来说 对国术会都是非常看好 就是我认为有很多真正喜欢传统武术的人 他们是欢欣雀跃的 有这一个平台 这些的老师们都认为就是说我们打不好 没关系 我们打不赢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练的东西 有一个平台给我们去展示 包括我的弟子们 我们原先就是在家里这么练 就是师兄弟直接练 就是自己在练 完了之后我们能和不同的门派的去切磋 去打完了之后这个是提升我们的 是对中国的传统武术有一个发展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提高 所以我认为这个咱们国术会是一个划时代 应该就是对传统武术绝对的是一个能一个在全方面的水平上的一个提高的 去掉一些假的东西 不现实的东西 或者幻想的东西 我们实打实的 输赢胜败无所谓 只要我们再提高再进步 传统武术就死不了 因为我一直在教传统武术 我真的没有骗过人 我觉得这点他应该尊重我 我也很坦诚的他尊重我 我认为他尊重我的就是我们作为传统武术人 我们得说实话 做实事 可能是这人对我们的记忆 可能还是需要一场比赛 或者需要我们去来切磋 让他理解我们 了解我们 能达到心里 能把说传统武术全是假的 不会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骗人 这次您跟徐晓龙签了这场比赛 对您的生活各方面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影响 有 有 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 像我们练习传统武术的人太安逸了 但是一签了这场比赛以后 我发现我不安逸了 我真的要去练了 因为我们传统武术 每一个大师 他都不会想到 他有一天会站在擂台上 去和一个现代搏击的教练 一个运动员去针刀 石枪的去打一场 他永远可能都不想 因为这么好几代人了 我们传统武术人一直这么安逸 所以这一下我变得不安逸了 这挺累的 天天在训练 对这场比赛在训练 比如说您的训练强度比以前增加了 对 我认为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完了之后也对我的记忆有所提高 肯定是训练强度要提高 这是有压力还有动力 实际上的 非常好 不管输赢胜败 我觉得都是对我的一个提高 还有一个现象 我们发现就是 咱们传统武术界 越是以说手为主的老师 他的经济比获得的越大 越是勤勤勤勤勾勾的教学上 你走实战目前的老师 他在这方面的收益 反而特别小 而且差距是特别大 具体的例子 现在咱们国内有几个知名的 传统武术大师 已经移民喊外了 所以住着豪宅 开着豪车 然后反而咱们这些 走实战道路的 对这方面的收益非常小 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一说起来 可能这个原因太多了 首先一点 其实是我们很多的 这个练习传统武术的人 对传统武术是不了解的 他从哪了解 他从他的老师上来了解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只要他这个 他去跟你学这个老师 老师说的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一种幻想 这个乌托邦似的 那种理想 传统武术这方面是尤为严重 尤为严重 天天地在想 在想 能能的 完之后就会去洗脑 完之后 把我们这种传统武术 带向了一个特别的神秘 特别神奇的东西在里头 而且这些的老师们 是非常能 适应社会 他们与时俱进的是 他知道 我们现在的这些的受众者 我们的学生 想什么 其实就是自我陶醉 我现在工作那么累 我们去学了 我这就是神功了 天天在自我陶醉之中 我们这些的 一些的这些 咱们所谓说假 就是我让你陶醉 你陶醉的越美 你就愿意花钱是吧 谁愿意 谁 这个 这个让你很不舒服 完了之后 你还花钱 我让你美了就就好了 你美了 我挣了钱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我也是深有体会 当我跟一个学生 去说实话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满足他的心理 主要这个需要流血流汗 所以这个 完了之后 好 他不学了 完了我钱也挣不着了 挣不着了 主要是他们这些老师 会迎合大众的口味 抓住他们的心理 对对对 但是真正的习武 是要付出血流汗 对对对 明白 大家一直就是 称您的传动武术的诗人班 据我了解您就是 一直在提炼八级拳的精华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用于什么样的方法提炼 咱们可以说 八级拳 其实 我有一个特别宏观的概念 八级拳属于中国的传统武术 我对中国传统武术的 很多的理论 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为什么不 不怀疑他 因为我觉得 一直传承这么多年下来之后 不能一代人说下话 两代人说下话 但是我是综合起来 比如说 我会对赵道新先生的权论 我是一点 不会有排挤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传统武术老师 是对赵道新先生的这种权论 是嗤之以鼻的 甚至这个就是邪恶论 就是在毁传统武术 但是我觉得 我们要很正确的 公平的去看待 人家为什么说 比如说 李小龙先生的这个 《杰拳道之道》 这些的书 我去看 我再综合一下 我们传统武术 留下来的这些的 权验 这些的训练方式 我在提炼 中国的传统武术 如何在这个 击击之中 搏击之中 不管是兵器 还是拳脚 当然在这之中 我没有得到 真正的说 是怎么练 就我们止于 说手 讲手 传统武术只止于这块 完了之后 我就是想 我们说完了 讲完了 理论上是对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数字加快 是不是可以 真的是当癌生一拳 是什么样 我在训练 我在学生的时候 我有一点小的私心 就是说是我在训练他 其实他在训练我 就是这样 经常会来学生奏 但是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传统武术老师 都是在打学生 你来打的学生 五一三大 我跟你说 但是呢 我是希望 那个学生 能打到我 我们去切磋 一师一咬的这种关系 我们是一种共同进步的 还有之前您在传统武术界这些作为 大家都是尊重的 所以现在您有义务 也有责任去引导一下 未来将要学习武术 我和现在刚刚接触武术的年轻人 对他们 要引导正确 引导一下他们的思想 对的确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对武术的了解 可能是大部分来自于武侠小说 电影 这些东西 但这个你知道它是一种艺术形式 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对传统武术感兴趣的情况下 我认为一个方面要多看 比如说中国武术史 中国传统武术史 就是你真的 甚至在历朝历代之后 它的历史被武术的传承 这是你真的想去了解武术 它有一个变迁的 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算 武术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你看看这几代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社会 是什么 我们了解了这些以后 还有一个 就是最关键的一方面 我们练传统武术 需要实操 来我们国书会的平台 来印证自己 练好了练不好的 我们来印证一下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希望我们练传统武术的人 不要再 不辜自封 只是上谈兵 只是跟自己的师兄弟里面 谈得多好多厉害 我们来一个 大的家庭里 互相的切磋 提高进步